第28题,若不计空气阻力,则下列有关单白摆动之叙述何者正确? 选项A,摆锤在甲点时动能最大胃能最小,这个是错的,甲在最高点瞬间是静止的,所以它的速度为0,动能为0,而它在最高点它的胃能应该是最大,所以选项A是错误的。 选项B,摆锤在乙点时动能最大胃能也最大,这也是错的,乙的速度是最快,所以它的动能最大是正确,但是乙在最低点习惯上把最低点的重力胃能定为0,所以它的胃能是最小的,所以选项B错误。 这个单白在摆动的时候不计空气阻力,只有受到重力影响,所以它会力学能守恒,动能加重力胃能的数值等于定值,因此选项C说,动能与胃能总和是甲等于丙大于乙是错的,应该是甲等于丙等于乙,它们三个的力学能总和是一样,也就是选项诸是对的,我们有力学能守恒,动能加胃能等于定值, 每一点的力学能的都是一样大的,所以选28题问我们说,下列有关单白摆动之叙述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诸,任何一点其力学能均为定值。